保管乡 迁出千万巨贪 湖南省郑州市原副市长雷渊丽 聪明过人 深谋远虑 为大肆连取不义之财 而又逃脱反腐利监 他从众多情妇中 择忧物色了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情妇 进行精心培养 送他到北京的一所大学 法律专业深造两年 重点培养他的反侦察能力 谁料雷渊丽的处心积虑 最终还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情妇学成归来 成功地为雷渊丽 连取了一笔笔不义之财的同时 也把雷渊丽贪污受贿的罪证 装进了银行的保险箱里 作为向雷渊丽勒索的砝码 雷渊丽被他牵着鼻子 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 后来 这个收藏罪证的保管箱 被纪委查获 雷渊丽这个挪用公款 2650万元 受贿949万元的秘密 终于浮出了水面 高大帅气 风流倜傥的雷渊丽 系湖南嘉河县人 试图平步青云 他师砖毕业后 先后当过大队干部 中学教师 历任嘉河县石桥公社书记 嘉河县委宣传部长 林武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2000年 十年四十六岁的他 出任陈州市副市长 雷渊丽一路飞黄腾达 也一路风流成性 在他坐上副市长的交易时 他身后 已经是情妇成群 有在长沙开美容厅的陈某 有苏仙区苏仙宾馆的服务员唐某 有文化公司的舞蹈演员邹小娟 坐上了副市长的宝座后 他更是威风八面的 把十八岁刚中专毕业的 实习生小美女汪欣燕 地方电视台的美女主持 唐春玲发展为情妇 维持这么大的情妇阵容 雷渊丽也大伤脑筋 为了讨情妇们开心 每年至少要花五六万元 买化妆品 衣服来哄他们开心 只有汪欣燕对她的感情最纯洁 从来不向她开口要钱 为了稳住这帮情绪激荡的情妇 雷渊丽只有疯狂地捞钱 朋友找她帮忙调动工作 送来的红包 她笑呢 工程发包 老板送给她三万五万 她来者不拒 社会上开始有人叫她雷大胆 汪欣燕提醒她 这样收钱太高调了 汪欣燕这句关心的话 让她开始警惕起来 雷渊丽突然想出了一个高明之策 在众多情妇中 培养一名敛财助理 为自己敛财 汪欣聪明灵力 应变能力强 性格外向 善于沟通和协调 更重要的是 她不贪心 雷渊丽决定把她培养成为敛财高手 汪欣燕受宠若惊 她向雷渊丽表明忠心 一定不会辜负她的希望 深谋远虑的雷渊丽 没有立即把她派上战场 她认为 不管干哪一行 都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 而她的敛财助理 除了有敛财的能力之外 还要有反侦察的能力 能躲避反腐卫视的追查 把风险降到最低 为此 雷渊丽不惜花巨资 送汪欣燕到北京某重点大学 法律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 拖产学习 重点学习法律专业知识 训练反侦察能力 为了让汪欣燕安心学习 雷渊丽在大学附近 给她租了一套豪华套房 为她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每个周末 雷渊丽就飞往北京 和汪欣燕尽享风花雪月 汪欣燕两年的专业培训 学成归来 为了用好人才 雷渊丽凭着她强大的人脉 把她安排进了称殿国际 潜伏下来 两年的京城镀金 潜心苦读 汪欣急于寻找机会施展才干 商机很快就来了 一天 汪欣燕参加一个建筑界朋友的宴会 一家小公司的老总陈某 闲聊中抱怨她几年前 在县里做了一个工程 可是工程竣工后 上有150万元的工程尾款 没有支付 她还说 如果有谁能帮她拿到工程款 她愿意付30%的劳务费 汪欣燕问陈某 说话算数吗 如果算数 她负责帮她把工程款搞到手 陈某当即表态算数 如果汪欣燕能帮她拿到工程款 她愿意追加10% 事后 汪欣燕找到了雷渊利 叫她帮助协调这笔工程款 雷渊利初步了解后 告诉汪欣燕 这笔工程款没支付 其原因主要是县里没钱 汪欣燕立即给她支招 于是 雷渊利便批示从市里的建筑行业劳保基金中 借给永兴县财政局150万元 勇于支付工程款 陈某就这样 拿到了工程款 并信守诺言 很快把60万元劳务费交给了汪欣燕 为表忠心 汪欣燕把45万元交给了雷渊利 这给自己留下陈某追加的部分 这笔钱通过汪欣燕的手转到雷渊利的手上 雷渊利觉得分外的踏实 雷渊利见识了汪欣燕办事的能力 觉得这两年花钱培养她值得 此后 有敛财的机会就交给她去办理 有了汪欣燕这得力的敛财助理 雷渊利觉得风险小了 安全了 于是捞钱更加疯狂 一笔笔不易之财 通过汪欣燕的运作 很快就装进了她的腰包 为了奖励汪欣燕 她除了每月给她追加五万元的生活费以外 还在一个高档小区 给汪欣燕买了撞别墅 还给她配了一辆奔驰S500轿车 汪欣燕当起了雷渊利的专职敛财情妇 汪欣燕干得正上心的时候 竟然无意中发现了雷渊利的惊天秘密 雷渊利除了她以外 居然还有八个情妇 情妇唐春龄逼她离婚然后娶她 她离婚不成 竟然给唐春龄三十万元安慰金 情妇邹小娟 不仅依靠雷渊利进了陈州市城管局 当上了科长 还得了三十万元的安家费 自己辛辛苦苦 冒着风险挣钱 雷渊利却大把的花钱包养别的情妇 汪欣燕的心里 极不平衡 那时候 她刚怀上雷渊利的孩子 想到自己人老朱皇后 如何不被抛弃 想到如何给肚子里的孩子 争取未来 汪欣燕的心 突然狠了起来 只有把雷渊利牢牢地掌控在手里 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汪欣燕还得感谢雷渊利对她的培养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的她 深知证据对一个贪官的震慑力 于是汪欣燕为雷渊利办理的每一笔业务 她都把证据留下来 给雷渊利建立受贿档案 用牛皮纸大信封装着的雷渊利受贿档案 汪欣燕开始把它藏在住处的一个隐蔽处 但她觉得不安全 后来她悄悄到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 专门用于保管受贿档案 每隔一段时间 她便往保管箱里添加雷渊利新的罪证 果然不出汪欣燕所料 怀孕三个月后 汪欣燕把喜讯告诉雷渊利 她的第一反应是叫汪欣燕拿掉孩子 汪欣燕怎么也不同意 非要生下这个孩子 后来孩子出生了 取名叫贝贝 为了孩子的未来 她向雷渊利提出 给孩子建立七百万元的贝贝生活基金 保障孩子的生活 谁料却遭到了雷渊利的拒绝 这可把汪欣燕惹火了 她从银行的保管箱里 取出一件受贿证据扔到她面前 是不是要我把这些东西交到纪委 你才敢同意 你宁可把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也不肯花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吗 雷渊利看到汪欣燕铁证在手 顿时粘了 只好答应了汪欣燕的要求 可是雷渊利一时拿不出七百万元 汪欣燕起草了一份 贝贝生活基金协议 并要求雷渊利两年内 往基金专户上存满七百万元 从此 雷渊利从基建老板手里 弄到的钱 就直接打到基金账户上 雷渊利和汪欣燕的位置 发生了一位 过去是汪欣燕为她赚钱 现在是雷渊利为汪欣燕打工 尝到了甜头的汪欣燕 决定给雷渊利加码 于是她说自己又怀孕了 把一份贝贝生活基金补充协议 递到雷渊利的面前说 签吧 再养一个孩子 贝贝生活基金至少得追加八百万元 孩子将来上名校 到国外留学 创业 结婚 处处都需要钱 雷渊利一看协议 哭笑不得 那么雷渊利到底会怎么筹集 贝贝成长基金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